中共的電影審查令好萊塢頭痛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勒布朗尖武士是一位籃球巨星 他也有一個電影明星的標籤 去年他主演的電影《空中大冠藍衣》新傳奇 全球正式上映 正如娛樂界著名雜誌《好萊塢》報道 作者評論一樣 這一部是不折不扣的失敗之作 只是為討好龐大的中國市場而度身訂造 他們指出尖武士只是一個巨大的商品 在這個對籃球痴迷的國家 他的簽名Like球鞋就是在這裡生產 可悲的是他的電影未能通過 中國嚴苛的電影審查機制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言以蔽之 Nike 另據一家娛樂周刊《中藝》報道 2021年初 中國消費者要求抵制Nike品牌 因為Nike公司對新疆地區 棉花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現象表示擔憂 而美國政府認為北京正在那裡實施種族滅絕 一部分中國人被激怒了 他們燒了自己的Nike鞋 並將圖片發布在社交媒體上 聯想導致武士在這部電影中穿的只是Nike球鞋 中藝的推斷似乎是無懈可擊 據《好萊塢》報道 《刊文》報道 其他一眾拼全力想要迎合中國市場的電影 例如梁朝偉 楊子晴等華人影星 參與主演的《好萊塢》影片 《上戲與十環傳奇》 以及華人導演趙婷 撿到的《好萊塢》電影《永恆逐》等 也未能穿透中國的電影長城 無法在大陸上映 據悉 這些電影 均是圍繞著中國電影人才打造 以便迎合龐大的中國電影消費市場 然而這些努力卻無濟於是 這兩部電影都未能如願進入中國的電影院 如果你對此有一種莫名興奮 和幸災樂禍的感覺 不必驚訝 很多人都心有同感 畢竟 現在的好萊塢 基本上已經背棄了美國人民 轉而選擇精心製作 討好中國市場的電影 顯而易見 這個計劃並未有得逞 未有獲得想像中的巨大甜頭 去年12月 著名專欄作家 德里克湯布森 寫了一篇精彩的文章 一針見血地 否釋了好萊塢存在的種種問題 他寫道 改變的不是思想 而是市場 更具體說 是大片爭奪的龐大國際市場 為了努力吸引全球觀眾 而不僅僅局限於西方觀眾 電影公司不太注重 塑造人物性格 和打磨精彩的角色對白 而是更注重動作特爭 真正意義上的驚險刺激 已經被昂貴的場面 驚險刺激所取代 然而本質上 這種驚險刺激是廉價 同時 湯普森指出 電影製作和推廣的成本 不斷攀升 促使各大電影公司 只好將倒注 壓在安全的投資項目上 這就導致了 和主題的系列電影 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 例如《哈里波特》 《紫環王》 《變形金剛》 《蜘蛛合》 《鋼鐵合》 《正義聯盟》 《速度與激情》等等 當然 不是所有這些現象都是糟糕 其中一些電影 是叫好也叫做 此外 在《哈里波特》的主演 丹尼爾·雷德·克里夫 和《變形金剛》的主演 《希阿拉伯夫》 暫露頭角之前 系列電影 其實早就深入人心 我們擁有第一滴血系列 洛奇系列 虎膽龍威系列 致命武器系列 比華麗山超級警察系列 等等知名品牌電影 這些都是屬於典型的美國電影 當然 這些影片 一直享有全球範圍的超級魅力和人氣 同時 它們就是明確無誤 原汁完美的美國電影 虎膽龍威的主演 布魯斯·威利斯 致命武器的主演 梅爾吉·布森 第一滴血和洛奇的主演 西爾維斯·史特·史太龍 和比華麗山超級警察的主演 艾迪·麥菲等演員 都是表演實力和票房號召力 兼具的影壇英雄 那些具有豐滿角色的經典電影日子 早已離我們遠去 取而代之的是 在無關痛恙的邊緣處 稍作調整 就能很容易地 炮製出情節單調的新電影 正如湯寶森 在文中所指 電影市場的多角轉向 已經創造了一個自我循環 美國電影觀眾 冷落了很多深受好評的原創電影 只是因為這些影片 沒有緣號的電腦三圍動畫特技 從而將手中為數不多的 年度電影票留給他們 期待已久的系列電影故事 電影公司 盡勢對這類觀眾行為 迅速做了反應 《徐波逐流》 《推波助瀾》 對動作片系列電影的製作 進行了更大投資 驗證並加深了 觀眾對爆炸性電影續集的渴望 未來還要出多少部續集 中國市場想要多少有多少 或者至少直到最近都是如此 然而就在去年 當速度與激情狗 進入中國電影市場時 它收到的反應 充其量是不溫不火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道 這部電影本月早歇時後 在中國的票房達到12億元人民幣 約1.87億美元 為貧林破產邊緣的好萊塢產業 提供了一個可喜的推動 然而 這個看似光鮮的數字 與該系列電影之前的中國票房收入相比 則相差甚遠 其第8部在2017年獲得了27億元人民幣 第7部在2015年上映 獲得了24億元人民幣 《速度與激情》的主演范迪塞爾 似乎已經好盡才華 這樣 為何中國對好萊塢影片不再賣賬呢 相比之下 中國對國產電影的需求正在增長 造成這個現象有兩個原因 正如《南華早報》所指出 業內人士指責美國系列電影的類同性 以及中國電影製作價值的上升 然而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是 中共並未完全關閉 免向好萊塢的大門 只是已經 對此施加了更加嚴格的限制意義 進入中國影院的門檻 已經提高 提得相當高 只有對中共 大唱讚歌的電影 才能獲得通行綠燈 正如印度記者 羅伊喬道理 最近讚文指出 中共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 是好萊塢影片的內容 以及電影公司 導演和演員 對待中國的態度 北京方面的人 將阻止任何他們認為 表現出反共態度的人 以及他們的電影 喬道理 以永恆續電影導演 趙婷為例 趙婷成為中共的眼中釘 只是因為他欲懷的舊文 在網絡上瘋傳 其中包括 他曾斷言 中國遍地方言 為了進入中國電影市場 搶佔這個世界上 最有利可圖的蛋糕 普萊塢的高管 將不得不進行 更多的自我審查 現在 這些高管發現 自己正面臨一個重要的抉擇 我們應該加大力度 迎合中共嚴苛的審查機制 還是應該轉移 製作捍衛正義 和藝術價值的電影 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他們將如何作出選擇 未來幾個月 我們將拭目以待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自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 John MacLeon 讚文 信譽編譯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 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訂閱、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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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